今天是第三场赛事 这场就另外一组的四班千二米了 看看票数了 开飞最热就木火同名 3.9倍 过程关就很分左上到4.7倍 尽尾就下来的 下来的3.8倍 维持着这个大热门的地位 几匹马就亮着绿灯 进休自在 最后阶段下到9.7倍 灯胆精英就下到6.6倍 胆大威猛 今天其实开飞也有飞 开飞是6.4倍 开跑的时候下到5倍 第三场就四班千二米的另一组 好 这起步的时候出得都挺齐 快一点点 在来当那边 很久没见到他 胆大威猛 出来先的 识多福都快 中间橙衣灯胆精英 埋栏那边的进休自在 起步快了很多 拍着他一只魅力汉子 搞到这个识多福暂时就迈不来 因为马群中间的木火同名 又骑上他前面 然后还有有艺君子 常山奇博在外叠 淡蓝三个一只初出马 智fit拍档 两个马位之后 另一只初出马 就是步步为赢 拍着他合金之星 暂时远远夺口 战斗英雄 在内面不断发脾气 入玩的时候 胆大威猛 带了头 木火同名上到第二 走三叠 登胆精英 进休自在 铁蓝上到第四 然后魅力汉子 走外叠 识多福 不断占位 然后有艺君子 智fit拍档 常山奇卜 然后合金之星上了一些 在美那队 就步步为赢 和追回战斗英雄 入队后三百位范围的时候 前面的胆大威猛 没见那么久 好像完全不同了 一期之后 四个马位在前面 晋休自在追着他 后面那些热门其内 一般的 那些色多福 木火同名 还没了 还有百多米的时候 前面都走掉了 胆大威猛 找赢这场赛事 差第二都不用争 是晋休自在 差第三只 有艺君子 晋多福 过中第一名 赢到收姜 胆大威猛 晋休自在第二 第三名 结果仍是晋多福 有艺君子第四 前四名都没跑过 马尼突然优后伏出 像大超级 我不知道 以为他是高大威猛 看他的姿态以为是高大威猛 赚了形势 今天一二三档 头三桌都穿了 起步就很积极 潘明辉也骑了他出来 最重要 摆到前面 今天就很好处 等于三档比一档 但是想不到 那些晋休自在起步 都快了这么多 今天 晋了很多 其实这场留意一下 外甸都跑得有些走势 其中一匹就是常山奇寶 跑了草地 他后备补了出来 都叫做像样子 在外面走得 现在都走橙色帽 在外面四五度 全程都亏了 你看看何时等到来 他跑了 现在42分 这场有没有机会40分 跑完也有机会了 他这场走势也不算很坏 他只是草地 在开辩 当然一赢那一赢就赚了 赚了形势 但是可能加分加得多 预计了加到10分 不过不用升班 我留意他怎样 他现在是44分 他现在是 他计多一幅就打尽了 又是公君子 过去都过不了 你看 都很远 所以长山奇葡也很近 而今天在草地 长山奇葡走那些位 今天走那些位 就算草地很厉害的马都不行 不行的 没错 他是一只草地不好的马 而可以有这么接近的走势 这场就算是高水准的 以他来说 其实他去到下半季 这些马丹港状态 他真的保持得挺好的 很确定 是啊 希望有一场 适合他发挥的赛事 可以赢多一场才投鼠 要等泥地 看第三名那张照片 占先的也是释多福 分段时间 头段23秒93 第二段22秒73 没段22秒85 总时间1分09秒51 这场就 热门的马 其中那只是木火同名 回来又是演出 就不是那么好 有问的 其实都想到 这些马车 譬如上次转了跑 发自己轻松放 跟你今次 没得你自己轻松放 在别的地方 你拍着外侧 当然是没那么好跑 无险当就说 他都觉得这只马 就是沿途走势欠顺 可能都是今天 就是那个 场地不那么对 但不过又是那样东西 就发现它内窥镜 气管内就有很多血 其实都是健康问题主要 我想它应该都是跟到半路 都已经顶不住了 前面那只一旦是四个马位 怎么跟 我整件事就告诉你一件事 你问那些骑士 他说是场地不对 其实那些都是虚的 听了根本没用的 可能场地不对 其实他不是 因为主要是因为气管有血 你问那些是没用的 可能场地不对 你有什么得着呢 其实那些 尤其不是今天就因为 这些这样的落雨场地 黏地是很少出现的 大部分马基本上都没有 这些这样的场地战绩的根据 所以跑得不好 第一样东西想到的就是场地 但真的未必是那个原因 那些叫做E.C.X.U.S. 随便说场地不对 就是解决了这件事 就是回答了你而已 不是一定可以参考的东西 好像是 我们现在说了头三场 有两只马 其实都是说可能场地不对 但其实就是 就是马本身有事 自己多看这些片 有事就未必关马事的 我觉得都是 所以都是啦 赛后幸好都立刻就 会有些兽医检验 立刻看是否健康问题 那个是关键的 品牌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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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